相礼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相礼相亲 要说在爱情中最浪漫的是莫过于一见钟情 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这样的几率在生活当中其实并不常见 但是今天大伙可真是来着了 因为今天来相亲的这两个人呢 真的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 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 上个月来我们节目相亲的郑书媛郑大姐了 郑大姐上回来相亲呢 因为对方的生活习惯还有经济条件 没有达到大姐的标准 导致两个人呢遗憾错过 但是啊郑大姐呢没有放弃找寻幸福 大姐呢信得过咱们这些小红娘啊 所以呢回家之后呢就每天搬个小板凳 守在电视机前看咱们的相礼相亲 就想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你还别说郑大姐还真相中了一位 她马上呢拿起电话就联系到了我们的红娘小丹 又说咱们郑大姐呀 也真是一位敢爱敢恨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呢往往也是最真性情的 郑大姐相中了那咱们就给联系呗 没想到啊这一联系还整出惊喜了 您猜怎么着 还没等我们的红娘开口呢 这位大哥就先说话了 他说呀头天看咱们节目 他相中了一位姓郑的大姐 哎你说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能让两个人这么一致啊 这缘分到了我们再不给抓紧安排 那都说不过去啊 这位大哥到底是谁呢 两人见面之后能否好感倍增呢 来咱们抓紧时间去看一下 大姨 大老爷给你折腾过来了 没事没事没事 相亲主角郑舒元来自四平市黎树县 年龄62岁 扫偶 护士退休 退休金5400元 有两个儿子 一个已婚 一个未婚 有房 早上几点出来的啊 五点多 我看你四点多钟给我发微信来着 那时候我们家下大雨 我陪你们家下大雨呢 我看能能来的 我给你发个微信 郑舒元大姐今天一大早顶着大雨 从黎树来到了长春 不为别的 就因为她在我们之前播出的节目中 一眼相中了那个 她觉得能相伴到老的人 今天再一次来到了我们乡里相亲 就是为了能见见她 你是看了一整期节目吗 看的时候 没有 我就是打开电视前 那已经播了一少部分了 然后我就在考虑 我说看行不行 我说给你发个微信吧 我就看你挺用心的给我问的 是叔叔就是 你觉得这各方面 瞅着还都比较 我现在他叔叔说 跟我叔叔还挺相当的 我还都是上午的 我就看这一点了 但是他虽然他说他是那个农民 是没工之日 他说的 就是如果要在一起的话 他有啥 还有他的安排 我心里他要是想走这步吧 指定他有一个规划 他还心里有人的要求啥的 虽然我吧 就在外表上好像不太初衷 但是我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心指定是 最热情 就对谁吧 没有说的 我挺实在的这个人 你在农村生活过吗 没有 那叔叔是 那叔叔是 纯正的这个农村厨室的农村人 看看呗 就是 也就是烧彩户呗 也没啥那哈的 就是烧彩做饭呗 我心思 要是如果要是 冬天没啥事的 我让他上我那去 看他能能来 夏天要是那哈的话 我再回他 你觉得你能接受得了 这个农村生活 就是如果要是 也是要是相当的话 就这个环境 我慢慢适应 提起今天要见的大哥 郑大姐说了 在喜欢的人面前 不管是在城市 还是在农村生活 显然都不重要了 包括自己尚未成家的儿子 也不需要对方负担 郑大姐说 自己一个月 五千多元的退休金 足够给儿子攒钱 至于我这头呢 我俩孩子 我大的结婚了 我二的 研究生毕业 也是工作 也是正式的 虽然是现在没结婚呢 我也不要人家 拿一分钱 这一点吧 不用他担心 就是儿子结婚 不需要他承担 对 我一分钱 不需要你承担 那现在小儿子没结婚 肯定也得给他攒钱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 我就给你拿 那个首付 别的我也拿不出来了 那现在给儿子 这个首付钱 都攒出来了 那 就等着儿子买房 也就缺了五万吧 缺了五万块钱 我在我妹拿 拿了一点 我心有姑娘 我就能还上 那就得天天 自己省时间 用的给儿子攒 不用扎省时间 我觉得 那哈 现在他也不用我钱了 我们老大也不扎用钱 不用我钱 就是我一个月吧 就是啥也不买 我就四五百块钱 五六百块钱 就够了 自己一个月 我能给他攒 四千五千的 我要还我妹子 也就一年 我就能还 我有时候 我要买那哈 我心有穿 你就穿吧 这大孙子 不像人家 就好穿啥的 其实我也好穿 好穿嘛 一心 还有孩子没结婚 我就心 够穿就行 你也说过 说就是儿子 结婚之前 你说你的工资 不打算说拿出来 给两个人 我心是先补那啥 等一会儿 还以后孩子 这样婚来 我也不可能说 爹那啥儿 就是主要是两个人 出心情 两个人要是出好了 又是谁也别 揣心眼 都互相 理解啥的 互相包容啥的 我啥问题都没有 因为我走一步吧 我就想两个人在一起了 就是过到后半生 都互相有个福祉 在自己找老伴之前 郑娜姐为儿子结婚的事 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番心思 着实挺让人感动的 而正是在计划好了 孩子的一切之后 郑娜姐才能安心 寻找自己的幸福 那么她相中的人 到底是谁 在知道了自己相中的人 也看中了自己之后 她又会是什么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乡亲对象李德仁 来自公主岭市秦界屯镇 年龄64岁 早农民 瓦工月收入三千元 有三个女儿均已婚 在农村有房 这位李德仁大哥 就是郑书园大姐相中的人 李大哥平时自己一个人住在老家 因为有瓦匆的手艺 还经常到处打工 可是李大哥说了 自己干瓦匆活不是为了挣钱 就是想在平日孤独的生活中 给自己找点事做 其实我经常住就无住 你在这五桌 我的房子大约有七十七平左右 七十多平 房子能有多少年了 今天年四十年了 你这两天也没出去干活 刚才长春回来不几天 干不几天 就是舒服论热了不干了 四十大还不想干 就这么说得了 干不干都行 咱家也不缺那点钱花 也不值得这个瓦匆生 不值不值 现在就这么说了 我自己 要是我自己活 养活一个老太太 那是没问题的 你这瓦匆活打算干到啥时候 在我心里 假如说 我要是说 能找到一个随心如意的另一半吧 我就不想干了 就是说句心的话 溜溜弯的 鱼游的 或者是说 陪他 就是说 过一个下半时间就可以 实际说 除不出去都是一个意思 出去挣两钱呢 完之后呢 发现已经没看展是多少 不熟悉呢 也够活 日子过得也乐 开心 所说的就是 就差一个人嘛 就想找一个另一半 那个开心心的 随心如意地过个下面身 要不再一个人吧 他也感觉到寂寞了 无理无爱的 出去一个人 回来还一个人 那你这个干瓦匆 也是说打磨休眸时间 对啊 我干瓦匆活 和我们这些 同行的 或者是干绿工的队 也在一起说完了 瓦匆 完了之后 就不是工地 还工吃工住 省得我自己做饭 你家又走好多前的话 店不店的家里面 长不店一年 不过这次回来家 就是懒得 那草都长成高了 就我这过道 全都是草 我都是回来整的 回来 回来我这一瞅啊 肯定就是说 好像咱家就瞅着 肯定就是没住 那种感觉 我都掉下来的 这屋里头 有多少东西啊 家里有那小猪 都拉网了 我的衣服啥的 都有的 就像我那种 那种感觉 成熟不了 所以说我就 想找一个 能跟我 心头一合 然后身体好的 肌力好一点 我不得想为什么 一想到这个家 都没人能陪自己撑着 李德仁不禁红了眼光 他向往着 有个老伴 一起种种园子 做做饭的生活 因此只要有时间 他就会看我们节目 希望能通过节目 找到自己的有缘人 叔叔这次来 是因为 你在电视上的节目 然后有一个阿姨 相中你了 然后我今天 也是带着这个 阿姨的这个 一个期许来 然后来找你的 那好啊 感谢你 知道人家阿姨 相中你了 你就反应这么 不强烈吧 高兴吗 高兴 太高兴了 然后你之前 也跟我打电话了 说你正好 也看节目的时候 看到这个阿姨了 是不是 对 那实际上 我没告诉你 她的名字叫什么 是吧 是 那你当时看着 是怎么 就是确认说 这个阿姨 就是我跟你说的 那个 因为我 就是看她的节目 往上之后 我给你打电话 她来一通电话 我就知道 是这个阿姨 刚刚看完 那个节目 觉得咋样 这阿姨 挺好的 她说一些的话 就直接说得了 她就是 我想要的 那个 那个 但是吧 说人家看不看通 我 那是 她的问题 我只能是 看通她 就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阿姨的 哪一个 就是哪一个点 让你觉得 她就是你 你心目中的 这个人 因为她 外表丑 她 身体 好 另外 她护士退休 她还知道 保养自己 所以说 就这方面 我 特殊的 有感慨 有好感 另外 做护士的本身 就不用说 人家 就是感动力 所以说 正 对我的口 在电视上 说话 老科 或者说 方方面面 都是我想要的 那个 那款 我期待她 说那个意思 能 对我有好感 我期待她 我们俩能 相结合在一起 李大哥 知道我们 今天要来 特意早早的 就准备起了午饭 李大哥说了 别看 郑大姐 是第一次 来自己家 必须也要 让她感受到 家的温暖 准备了 多少时间 呢 这些啊 就是 今天上午 能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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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吧 就完事了 煎鲤鱼 鲤鱼 这个是猪幼 从耳 这个是 猪肚 草鲤鱼 哦 堵啊 嗯 这个是烤鲤 哦 等这个是 那个 我买的 柚肠 等 中间 这个是我 炖的排骨 排骨 哎 太丰盛了 这次直到 阿姨来了 然后特意准备了 对对对 那咱们出去 把阿姨捡进来吧 好 咱走吧 好 叔叔 你在这等我 我去见阿姨 行 阿姨 慢点啊 慢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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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两位在电视上都互相见过对方了 但是我还是得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德仁 李叔叔 然后这位是郑书源 挺好的 跟在电视上看 觉得有没有啥差别呀 没有 还挺满意 差不多 还行 因为我的印象也应该好 因为他本身是后日出生 你自己会保养 在那两年 我又不挑身高 也不挑长相 只要他身体好 智商高 这也是我想要的 叔叔都把饭菜准备好了 好吧 谢谢 好吧 叔叔说本来想给你留两个菜 看看你的手艺来着 但看他来太晚了 怕你饿 然后就先做出来 谢谢 谢谢 那进去看看叔叔的手艺 先吃饭 挺确实 你那点水 这要挺感觉的 嗯 咱们叔叔你点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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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路啊 这到你家了 走吧 先看看 看看叔叔平时在这屋住着 嗯 好 看看看看叔叔准备的 嗯 走叔叔 这分我了 嗯 阿姨尝尝叔叔的手艺吧 行 我尝尝 他哪一个是把这个做的 尝一下 尝尝我 喝那个饭菜 行 好了 谢谢 嗯 挺好吃的 阿姨是左撇的吗 嗯 左撇 挺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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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是昨天特意那个 上市里去买的 是不是 对 买的这些东西 直到今天要来 嗯 挺好的 这比我做的强 还挺烂的 我都为他做的好 那饭做的挺右头上的 行挺好的 真的就我们俩 就是想在一起吧 就是 这点范儿吧 都吵不吵问题 我之前跟两位都服了 其实两位这个缘分 特别的巧啊 这阿姨在电视上 先想中了叔叔 然后叔叔知道这个事之后 在电视上又看着了阿姨 就俩人看着对方了 看着真面目了 觉得咋样啊 挺好的 挺好的 我看着你阿姨也挺好的 挺好 吃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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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你炒的 对你来吃两个 我好像有点多余 吃肉了 打听一下 打说一下 你俩这 就其乐融融的 没有你们 没有 你真是 我在电视上 看着你这节目了 看着节目 在我的心中 我觉得 心里我就 有了轮廓了 所以说我就 赶紧给后面打个电话 我也是 就是有一天 我也是偶尔的 我开着打电视 真不合得你和 一个女嘉宾 偷气吧 我看你们 没成 然后我就对你有个好印象 然后我觉得要单单 那个发微信 然后那单单就是 挺微信的 我们基本上 跟你俩联系 看看 咱郑大姐和李大哥 刚一见面 这其乐融融的氛围 甚至让红鸟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但是只通过电视 俩对彼此的了解还是不够的 在城里土生土长的郑大姐 能否像她自己说的那样适应农村环境 李大哥又愿不愿意跟她去城里住呢 在这一步上 这小丹男也问我 说爹 如果要是你们在一起 以后的生活 你能适应这个 郑村的一个环境吗 我跟小丹男说 我说如果要是 我们那个互相都没啥意见 就是这个环境 让我一下子接受 这个环境好像是 得慢慢来吧 农村的生活 我也没待过 就是 我说可能是也是烧财物 烧财物 我说你往那个坑里点 天呗 我说慢慢适应 虽然阿姨没在农村生活过 但是就是也会想 尽量的去适应 因为是冲着咱们这个人 然后生活环境都是次要的 咱俩以后真的能结合在一起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说 我住在哪都无所谓 你愿意住在我这 你就上我这住 说你要是说 不愿意上我这来说 我上你那住 这都可以 冬天又是冷的话 你就上我那去 夏天的话 这样 你不也有地 还有圆的啥 你们能尽量 能伺候伺候 这个圆的也行 不需要的话 在我那块也行 也可以 冬天反正我们那样 那很挺老的 是楼房 挺老的 那我就留意着你吧 嗯 离我那儿的不会是近吗 往我一起 他一个男同志 上我那儿的也可以 我上那儿的来 我也行 暂时 暂断的还行 我长年给这家带的 好像我够呛 在哪住 哪是家 接住不了 我可以 我可以上城里 到他那去 那到城里边 比如说住了 一年半载的 能不能 惦记这个家呀 到 夏天回来吧 他不也说了吗 也同意 过来 远的能吃 有点青菜 有绿色水片吗 李大哥说 自己和郑大姐之间的距离 很近 也很远 近的是两个人的心 远的是两个人实际生活中的差距 虽然郑大姐说 不介意在农村生活 但李德仁觉得 自己无论是在生活条件上 还是经济条件上 都不如正疏远 盖大师大人 要论条件 我是 远远比不上你 大哥你也别这么说 因为我因为啥 虽然你是农民吧 没有空知 你就是 想走这一步 还是能养活得起 要是养活不起的话 这是对的 没有这个想法 是不是 我一上六目的 就是蓝的 我还有六分地的开环地 这都不算 这都不算 阿姨 这个一上六目的有概念吗 有 啥也不知道 我就直接给你拉吧 我的一上六目的 我就十多年不动了 我那老爸活的时候就没动 为啥不动呢 不动呢 就这么说得了 家庭才卷不错 可以这么说 我想找老爸说的意思 我就有责任担当 不然的话我不找 那没有用 不能叫人家说 你说你看 那说老爸 还啥对老爸 不负责 那能行吗 我不能叫你别说我责了 但是我也有这个责任 我也有这个能力 你有退休金 我没有 但是我没有 我有地 这么说吧 我多多少少 还有那么一点点 要积极 咱俩的生活费 你不用担心 你的积极 你的工资 你自己利用 我一分钱也不要 我的意思就是那意思 说我找老爸 我就能养起老爸 我叫我老爸说 说有一个肩膀 有个依靠 才刚才不说了吗 说的是条件 就是别说那个小们的 就说我们俩条件 是他不如我的 您不说了吗 就既然想找老爸 我就能养起 我相信 我不要求太高 就是能满足我就行 我没啥有趣 那个条件 不比我强度的话 他能接纳我 我是万分的高兴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两人也就是说 真大年了 吃点串点 最大的限度 滤滤油 那一年一次 这完全可以 我相信你们这个平台 所以我就能相信他 他要是没有实力的话 他也不能这么说 所以吧 我也没有说 现一年 超一年 要这要那 只要是在生活 能满足我 就可以了 郑书源觉得 李德仁的经济条件 足够支撑 两个人未来的小家 而李德仁也表态了 说自己以后 一定会承担起 养活老伴的责任 但是来之前 咱郑大姐就说了 自己虽然对未来的生活 没啥要求 但要是两个人 真的能走到一起 也希望对方能有所表示 那么现在该说说 这个表示到底是啥呢 我自己吧 有个项链 完了那会洗澡 人家丢了 丢了之后 你给我买项链也可以 不用太重 我给你五千块钱 你愿意买 需要你要想买 买好的买多的 你自己添点 如果你要是说 不超过这五千块钱 那我就给你五千块钱 用不了 不想买那么太厚 现在是这样 金资大概得是四百多 相近五百块钱一刻 五千块钱差很多 现在的话一个挺好的 帮我给你五千块钱 好 五千块钱 妈呀 还行 我这次是四百多 那是四百多 一年的六千块钱 今天我们是十二百分钟 我能述到一个 我对我 我对你 我还是很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部门大伙说啊 这一整期节目 我全程都是笑着看完的 郑大姐和李大哥的缘分 真的是想挡都挡不住 从一见钟情到两情相悦 这样的过程 多么让人羡慕啊 大哥敞亮不差事 大姐呢 时胜不挑剔 两个人呢 都是奔着好来的 但是啊 在生活当中 也会充满各种意外 就在前几天呢 红娘小丹 得知两个人出现了矛盾 李大哥呢 想尽早呢 去郑大姐家 过上属于二人的幸福美满的小日子 可是呢 郑大姐呢 想要点仪式感 两个人呢 互相见一见家里人 真正的确定下来 在正式交往 结果啊 这一商量 李大哥的急脾气 让郑大姐呢 无法接受 最终呢 导致两个人遗憾分手 看来啊 这一见钟情很容易 相濡以沫 却很难 毕竟啊 日子是柴米油盐 过过来的 光有心动不行 您呢 还得从实际出发 那电视机器人如果有相中我们本期大哥大姐的朋友 乡里乡亲的报名电话 还有微信二维码都留在屏幕上方了 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